地球公民基金会今年1月 公布了台东县长冰箱 一整片原住民保留地上的林木 被砍伐改种冰榔 半年后 这个月6号 台东县清风箱又发生一起 原住民持有的保留地 砍掉了一棵直径2公尺 20多顿重的牛樟树 环保团体非常痛心 呼吁检调单位要积极调查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去准许那一块地 它从林业用地变更为了木用地 让它去砍伐牛樟不用申请 其实砍伐这棵巨大牛樟墓当时 警方和林物局人员都在场 可是却无法可管变成法律漏洞 原因就出在这块土地 以及被持有的原住民 从林业用地变更为农牧用地 也依照森林法规定 向台东县政府提出了砍伐牛樟的申请 由于农牧用地砍伐林木 不适用森林法规定 于是这棵珍规的牛樟树 就被合法地砍掉了 还公然用拖板车运走贩售 它有这个移林地 复查的结果来跟政委移农牧用地 然后经过县政府转业 我们来办理移动 整个地幕变更 到砍伐林木的程序 看起来一切都合乎 现行的法令规定 可是持有人却只砍掉了 这棵市价高达千万元的牛樟墓 动机不单纯 目前台中县政府只能朝破坏水土保持 来做事后查报取缔的动作 但环保团体强烈怀疑 幕后恐怕有不法勾结 呼吁政府未来要严格审查 原住民保留地的用途变更 并且赶快修改相关法令 保护森林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导 所有金卢 谢谢观看